我有想要去騙過人喔 就是在網路上 我就會就是用假照片啊 跟他們說妳很瘦 對 我就會說我 36 23 33這樣子 然後去聊... 聊到後來慢慢就上手了 因為我先看他們的視訊 然後他會看我的 我就把那個視訊按住 我說可是我視訊後來 你就按住 他就看一團黑嘛 就看不到我 然後後來我就叫他就是看 然後我就說 那你可以脫一下外套嗎 他就把衣服脫掉說 因為他假裝就是很關鍵說 我怕你會感冒快穿起來 就身材還不錯 就這樣子 慢慢篩選到後來就很OK 然後之後感覺對了 就慢慢放一些有修過 差很多 然後用摩托影背的修瘦 然後再美化皮膚的那種 然後移除紅眼的照片慢慢的 然後他就會開始就是慢慢會 奇怪 我要叫他怎麼離線了 之後去看他封鎖我了 為什麼 為什麼封鎖妳 就是那個照片 慢慢有點比較像我啦 然後還有我就說 我會問我老師跟你講完謊報 我說好啊 那我老實講 我158公分 然後就是53公斤 他現在黃豹差很多體重 他還說再見胖妹 真的嗎 生氣 藝人真的很好騙嗎 請問四位有被騙的經驗嗎 其實被騙有分很多種 有的是被騙錢 有的是被騙感情 有的是嗎 像小天天一樣 騙色... 被騙生氣 對 不是 騙你的身體啊 他騙別人的身體 是啊 對啊 對啊 他現在要拿去賣還是怎麼樣 不是 等一下 你說的那個 應該是CAS那個單位吧 好啦 繼續啦... 不錯 沒辦法 錄下去 我必須要平靜一下 他把你最痛苦的事 已經這麼開心的這樣出來 他現在主持 要兒女私情在裡面 好嗎 等一下 你用他一口氣嗎 剛剛這個已經很會變了 冬天到晚 曬豬肉嗎 我真的不想在節目上第一次打人 我們現在還是打女人 來 請問一下 四位一定有被騙的經驗 我也有被騙過那個照片的錢 什麼照片 就是那個時候就有經紀公司 然後在西門町 然後他就說你長得怎麼樣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自己長得很好 那不叫騙啦 不是 還沒有... 對 就是去公司填寫資料之後 他就說那你會有很多通告 但是要先拍那個宣傳照 可是那個宣傳照 就在他們自己的辦公室裡面 用一個布簾這樣弄起來 然後就他們的人 應該他們自己充當攝影師吧 就拿照相機出來拍 然後這樣子就要8千塊 請問你中間有拍性感的嗎 沒有 他就說讓我自己來啊 然後我就一直就是自己擺 他都說很好...來 我帶幾個你當初拍照的資料 好 預備 第一張 很好...來 換個姿勢 來... 妹一點...來 這個鏡頭 全世界的男人都愛你 他8千塊是細胞除王廢 好可惜 你有看到那個照片的成品嗎 整個糊到爆耶 好糊喔 真的很醜 而且還沒有一點 確定是他照得不好 還是其他的問題 不可能是我本身的問題啊 不一定要 有時候卡到音的時候 拍照的會不會 漂亮的女生 怎麼可能會卡到音呢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我們都是私家人耶 好了 我要接下去了 可以嗎 這還好 這是小事 後來 因為我一直就是你知道 抱有新夢啊 所以直到長大後來 就是到台北來 就很認真想要當藝人 結果果然 果不其然我被發掘了 好笑喔 還沒到那個地方 還沒到...還沒到笑點 對不起 我先過程度 沒有 我被發掘了 而且我是... 因為我之前有做幕後 然後帶觀眾的時候被發掘 然後那時候發掘就去談啊 然後就直接談起來 他就說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什麼 這種話 然後我當然也認同這件事 然後他就說 而且規劃好 他就說那我覺得 他還給你很好規劃說 你可以先主持在怎樣什麼 我們可以先慢慢受下來之後 你可以跳躍不同的什麼領域 我會覺得這說得太好了 然後之後就要簽約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可以把合約帶走給朋友看嗎 然後他就說不行 合約不能帶走 而且只有一事一份 然後只能在辦公室裡面跟... 你是老闆 因為那是老闆跟經紀人同一個人 就只能你跟我這樣一起看 然後他是十年約 一次就是十年 然後只有一事一份 然後可是我還是簽了 就簽了之後 你這個簽的是生後續約 沒有 這真的是經紀約 不是 可是聽起來感覺 你簽了那一家 你簽了那一家 應該是打到公司吧 打到什麼 打到公司 有 也很多藝人 在節目上說過他的壞話了 同一個 這個要把它揪出來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今天不是說 像你們兩位的藝人 你們兩位的經紀人 都要把它揪出來 對 為什麼 因為你說騙了我們還好 因為畢竟我們年紀也大 那如果說那種年紀輕輕的小 小女生 小男生 剛進這一行就被弄 他對這一行會有壞的印象 而且會搞不好會出什麼事情 不要讓他再去騙別人 有一個地方很小心 因為那時候 我要簽這份約的時候 我還沒有成年 然後那時候沒有成年 不能自己簽合約 可是我又沒有 就是家人來幫我簽這份合約 簽護人啊 對 就是沒有 沒有 他找管區 然後他就... 因為後來他就通過 我就說那這個怎麼辦 他說沒關係 我們把合約上的日期 改成你滿的那一天 然後你簽下去 偽造文書 對 他就這樣 可是我還是簽了 而且我在那邊 已經待到我成年的時間了 基本上那個合約是不生效的 因為合約的話 一定是保障甲乙雙方 最少要兩份 然後有公證的話 法律公證的話必須是三份 那在法律上才生效 而且他又未成年 然後對方又犯了那個 偽造文書罪 對 還好他是女生 我沒有師生 然後... 但後來我真的發現很多問題 錢也不清楚 要不要專心聽我說 可是後來也沒有... 就是錢都不清楚 因為每次賬進來你也不能對 他都會找理由推託 就是不能對賬 然後到後來我會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就會講說 那要不要終止合作 他就說如果要終止合作的話 那你到公司來簽一份 你這輩子都不當藝人的切結書 那我說為什麼 然後後來他就說 那除非你簽 不然你的錢也不給你領 就是有幾個月的酬勞 都完全沒有領 那後來你又被騙成買減肥藥 對 是同一個人 因為他... 同一個人 你就相信他 在合約期間內 然後他騙你買減肥藥 就是因為後來他... 就是其實後來他就發現 藝人也太難做 因為很多都一個一個離開了 然後就公司也沒有什麼 比較紅的藝人 然後之後就好像有人找他投資 就是減肥產品的直銷 然後那時候我們經濟公司 已經很小了 然後他要把它割成一半 然後另外一半呢 就是做直銷的部分 如果有模特兒來試鏡啊 例如有時候我們會試孕婦什麼的 很誇張 孕婦要走進門口 他就說你會擔心你生完之後 瘦不下來嗎 然後就直接帶到隔壁去了 就帶到隔壁去跟他講說 你要體脂肪多少什麼的 我覺得這樣很可怕 就是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怎麼這麼奇怪 一開始沒有波及到我的時候 就算了 反正那他就直銷 然後後來就很多藝人都有買耶 就說如果...你知道你為什麼 沒有細接嗎 因為你就是什麼身材不好 屁股太大之類的 然後他就叫他買 可是其他藝人就還好 小事一萬多塊花一花就算了 完了 換到我了 他就把我叫進去聊 他就先帶我去蹭完體脂肪 然後整個多少下來之後 總共就是 才有辦法就揪到我 妳跟妳覺得 這是我們非常的同情 對 後來我跟你講 就是好啊 錢他扣完了之後 我完全沒有拿產品 所以總共你最起碼 對他那邊最起碼損失7萬多塊 對啊 不只他有通告費也沒有拿 之前從老也沒有拿 你看他7萬多的產品沒拿 通告費又沒拿 有10萬以上嘛 對啊 那... 那你就是一個 人家是職業騙徒 你是職業被騙 現在都會覺得 可能在路上啊 有人點一下我今天幹嘛 我都會覺得 像我剛剛來樓下的時候 明明我可以自己 自己按電梯到三樓 可是你們樓下警衛 硬要幫我按三樓 我就會覺得他一定心懷不貴 他假的意思 他到底要幹嘛的 他到底要幹嘛的 我容易這樣 不是很好 我有想要去騙過人喔 就是在網路上 我就會就是用假照片啊 跟他們說妳很瘦 對 我就會說我三回 我都一定都三次 我照片有被盜用過 不是妳 我就用很正的買穿的 我就說36、23、33這樣子 然後去聊... 聊到後來慢慢就上手了 因為我先看他們的視訊 然後他會看我的 我就把那個視訊按住 我就說 可是我視訊後來你就按住 他就看一團黑馬 就看不到我 然後後來我就叫他就是看 然後我就說 那妳可以脫一下外套嗎 他就把衣服脫掉說 因為他會假裝很...就是很關心 說我怕妳會感冒快穿起來 就身材還不錯 就這樣子 慢慢篩選到後來就很OK 然後之後感覺對了 就慢慢放一些我已經... 還沒啊 就是我... 就是大家可以放一些 我修過 差很多 然後用Poto影片修瘦 然後再美化皮膚的那種 然後移除紅眼的照片 慢慢的 然後他就會開始就是慢慢會奇怪 我要叫他怎麼離線了 之後去看他封鎖我了 為什麼 為什麼封鎖妳 就是那個照片 慢慢有點比較像我啦 然後還有我就會說 我會說我老師今天講完黃暴 我說好啊 那我老師講 我158公分 然後就是53公斤 黃暴差很多體重 他還說 生氣耶... 對啊 那你一開始如果... 你先騙人家再先嘛 對啊